石永元的上面的长官 石永元是人事官 他的官阶是少校 所以这个人一定是比少校来得高 所以唯一最大的一个可能 当然不是徐信正正 因为他这个是联级的干部而已 当然最大的可能一定是 包括沈威志或者是何江中 何江中两位 所以这个部分恐怕 这个真的没有那么单纯 那第二个 郭奕龙他其实有跟六位 包括参谋主任 包括政治站主任 包括这些大大小269里的人 包括542里的人 他都要把你说他的程序不符合 他不是说只有说 他这文件不起而已 他是连你要关一个事官 因为资安的一个相关规定 事官是不用关锦闭 或者是毁过的 他都已经把这个法令讲得清楚 讲得非常清楚 那一个宪兵官 他知道说这个不符合法令 你认为上面的这些长官 包括我们讲的 542里的人事官 实用员他不清楚吗 他是人事官耶 怎么可能不知道 这个讲解很规定 一定是他最清楚 最清楚了 对 结果他竟然还说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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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就 你就先让他张拿起来 他就自己盖了 就把红仲就 硬要把他送账下去 结果 在整个这一个军阀体系的一个调查里面 542里的人事官 实用员有没有被取诉 没有被取诉 对啊 我们在他的一个侦查报 这个军检的一个报告里头 实用员是一个相当关键性的一个人物 为什么会被关锦闭 实用员是最清楚 因为能关不关 我们之前都要讲说他不能关 那542里怎么关他 那现在我们发现的真相是说 原来郭义龙或者是说 包括这个蔡宗敏等等 他们这个部分是不能关 这些人应要把他关的这个过程里 我们现在才知道说 原来 542里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情 跟军检检起诉的那种是 天差地别 所以我认为坦白讲 最优先要做的是应该马上收押 这个实用员 因为他一定是知道说 谁到底谁要关他 说长官要办他 长官要办他 关他 法令都不符的情况之下 体会相关的文件都不符的情况之下 硬要关他 那你这个实用员到现在还逍遥把外 连起诉都没有起诉 所以我觉得假如说 实用员能够把他生压 在我们的这个淘汰检 整个侦办过程里都补充掉 把这个实用员好好的做来 把他问清楚 我想正向一定可以大白 为什么五四二旅要急着关他 我们今天其实讲了那么多 你包括说 到底进去二六九旅之后 紧闭事之后发生了什么事情 你从郭义龙的这个笔录里面 看得出来说 这些人要关他 不是只有五四二旅要关他 二六九旅的长官 包括黄天任到底关了没 为什么没有关 你要赶快关他 因为他快退伍啦 所以这个过程里头 二六九旅相关的 有关关紧闭的这个过程里头 关紧闭不是说五四二旅要关 那二六九旅就要关 二六九旅你要看什么 你包括他的医院体检表 三连单 连部队的这个绑坛记录 新这个所谓的心理辅导官的这个月坛记录 相关的这些资料 你都要把它全部齐全 有没有异常五四二旅打关一次 你二六九旅要收的时候 你还要再看一次啊 结果呢 这个体检记录啊 我们昨天节目也讲 对 这个体检记录根本是有问题的体检记录啊 假如是看到这个体检记录 你根本红中秋你就不应该 你二六九旅也不应该收红中秋 所以五四二旅官红中秋是一回事 这个要查清楚 二六九旅为什么是红中秋 为什么也跟着这样子做 就很奇怪啦 这个当中当然是疑点虫虫嘛 所以我们当然强烈怀疑说 二六九旅的长官 你说这一个郭毅龙 他只是一个宪兵官 他只是一个宪兵官 你要关 包括我们刚刚讲 所谓的这个禁闭三连单 这个谁要同意 这个是旅长要盖章的 你二二六九旅的旅长要盖章的 你这些相关的这些程序公文 到底是怎么走的 五四二旅的程序 包括视频会 人频会 刚刚这个亭飞委员有讲 这些问题那么多 那你二六九旅 你三连单 你到底是怎么盖章的 你这些章到底你是怎么合的 这个我觉得在这次调解 也应该要把他一定调查清楚 这个二六九旅很奇怪 不是闭着眼睛在盖章吗 好这当中我们刚刚讲到 就是说有很多的公文 其实都一定要背起 才能够关禁闭嘛 但是呢这长官就跟郭宇龙讲说 没关系 有的这个五六六样缺的 之后再补好了 好我们就要来看看 这个里面有一个文件 是放弃申父切结书 就是说我不申父了 但是呢这个切结书的笔记 我们发现说怪怪的 红中秋的签名有没有可能造假呢 为什么他会放弃申父呢 记不记得关禁闭之前 红中秋不是在传简讯 寻给人家求救吗 但他现在会放弃申父 这样子的情况又合理吗 好我们看看他的这个 毁过保证书上面 红中秋是这样子写的 好这红三点水 笔画很分明 但是我们看看 放弃申父全意切结书 他的红是连在一起的 这个角度是倾斜的 好还有就是重 好重的部分 人这个这个部分呢 他没有相连 但是我们看看 在放弃申父全意切结书 这边是连在一起的 有没有 所以这个人字不远不一样 而且我们还特别问了 警察大学的专家 他们就告诉我们说 这当中很有可能 有笔记造假的情况出现 没有错 因为从逻辑上来讲 也不可思议 怎么红中秋在 这个要关紧闭之前 还在做最后的努力 包括发警讯给旅长 虽然发错了 那么旅长也看到 就是说呢 他们觉得他有这个 轻微的优势 优势紧闭症 优势恐惧症 还有另外呢 他的状况也是不适合观的 所以他到最后一刻 都还在努力 怎么这时候会放弃申父呢 而且不要忘记 在笔录里头 其实也很清楚的知道 就是说包括他这个牌 也有跟红中秋讲 讲说基本上呢 你不要放弃申父 否则你可能以后就不能申父无门了 所以这个逻辑就不通了 不可能一方面求救 二方面我放弃申父 更何况这个笔记 老说红中秋三个字 笔话还蛮少的 要模仿其实也不困难 可惜在模仿之中 你还是可以看得出来 这里面就包括警察大学 这边鉴定出来 就说有非常值得怀疑的地方 这个笔触上面是有问题的 角度的体现度是有问题的 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有没有讲 我还是觉得沈威智的角色 非常的这个奇怪 沈威智的角色 奇怪在于就是说 你看他包括 他何准让红中秋关进去 那公文是批渴 渴完又怎么 旁边又预盖泥沙 说关于他申父的事情 请你叫这个政战主任去了解 这公文里头有 你既然已经渴了 怎么后面会追加这个东西呢 那如果有需要了解的话 他已经讲到那么清楚了 那你应该先了解才批渴啊 而且沈威智是七点 早上七点就批公文 我请问有那么重要吗 这个人在三天叫退伍了 你接着把他关进去干什么 积极如律令 而且你要记得 前一天晚上是在一个半小时之内 整个五四两旅 全旅动起来 非得把红中秋关进去不可 第二天一大早 他七点就批公文 再来刚刚齐迈所讲的 2669里为什么都要买单呢 明明也知道 包括郭玉龙 跟所有的人都申父了 包括这个戴子友 戴科长 因为笔录里头也写得很清楚 戴子友 他有跟石永远通到电话以后 然后跟郭玉龙说 上面的要关他 那上面的是谁 石永远本来态度 也是跟这个蔡周明是一样的 是不想关的 要照程序来的 为什么一夕之间转变 你的上面是不是给你压力 乃至于2669旅人 跟你通电话以后 你又说上面的要关 所以那个科长也就 代理科长也就盖了张了 那请问上面是谁 那我要再问的是 因为2669旅 已经上升到旅长那边去咯 旅长也买单嘛 如果没有相当成级 定位相当的人 为什么2669旅的旅长 也知道不符合 关警病的规定 也要让他进去呢 这里面难道没有 曾经相当的人吗 那沈威治 你为什么后来要开 创政大会呢 最后包括齐麦刚刚写的 这个衣冠 我请问一下 本来是要推给那个谁啊 那个刘孟宜 但是你看哦 其实这里面衣冠 是另外一个人盖的章 你怎么有没有问那个衣冠 另外一张 手版上面有写 这个人王少宗 对 王少宗 怎么没有去问王少宗呢 再来我请教一下 衣冠可以随便盖章的吗 他的体位 他的BMI的值 是33嘛 对不对 那么以他的身高 体重来讲 包括他的心脏 有什么逆时针 心轴性的偏差 所以这个其实也是有危险性的 心电图也不是很正常 那我请问一下 明明应该三级体位 为什么变成22呢 因为变成22以后 这些理由就不是避险了 没错 那我请问一下 衣冠为什么要冒上这个风险呢 对 谁可以影响到 所以他能够跟他有什么过节吗 每个人都跟他有过节吗 可能嘛 所以我就说 如果没有相当权力的人 怎么会让五四两里 全部急着要把他关进去 如果没有相当权力的人 怎么包括医官也受影响 如果没有相当权力的人 为什么269里 权力上下 从连长开始一下 通通买他的当 副连长还要来关心说 这个人到底关进去的 没有 所以我认为 再加上 沈威智事后还召开串政大会 而且交代 不要把我开会这件事情 说出去 如果没有做这些 需要如此吗 所以我觉得灵魂人物 呼之一出 沈威智 谁的面子那么大 大家都要买他的单 这个人是不是沈威智呢 好 那我们看到这个体能表部分 我在这里也先请教一下 这个陈委员 因为陈委员是医师 好 这个体能表 我们也曝光 说红重中秋 他仰卧起坐 坐零下 好 那为什么坐零下呢 因为关进并之前 都会经过体能 还有这个体检嘛 然后呢 我们就拿到这个 关进并之前的体能测验表 上面写说 包括了3000公尺跑步啊 伏地挺身呢 还有仰卧起坐 但很奇怪的就是说 红重秋 他两分钟的 仰卧起坐的成绩是零下 好 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他之前已经做得很累了 所以呢 仰卧起坐 他一下都做不成 这样的体能 你觉得可以关进并吗 我觉得他关不关锦闭 应该最重要的还是在说 他的体格分类检查表 这一张 对 倒不是那个体能的这个检查 因为我也不是很清楚说 为什么他仰卧起坐坐零下 大概福利挺身 却可以做了大概20几下 30几下 所以这个 这个是我百事不解的地方 有可能是他 估计当时 有拉伤 还是有什么样的一个 或者是 这个颈椎有什么样的一个问题 这个我不是很清楚 因为我没有看过 这位病人 但是 你这个体格检查表里面 他其实VMI就讲得非常清楚 就是33 那这个体格的编号 就是应该是3不是2 所以为什么 他最后这个体格分类表 变成2啊 对 这个恐怕是不是图改 还是说 这个检查了 这位一官 王少宗 这位一官 这个是有所说的 所以本来是3的话 是不能关锦闭 2的话是可以 而且三刀都在那边 原一到序 对不对 被二刀就不需要了 对啊 我之前其实在节目讲过 你这个体格检查要送出去 这不是只有一个一官 盖章而已 你包括的话 我们看到说 他一般的这个 这个 我们就叫做 Pasical examination 就是理学的检查里面 这个就是一官负责 然后 这个部分 为什么 他在这个体重身高 这个部分 他没有一个一官盖章 这个也是很奇怪 只是一个检查员盖章而已 那检查完之后 体会的判定是一位医生 对 那异常的记录 这个其实 这里 这个是原医师盖章 其实院长也盖章 院长本身也是一官啊 对 对不对 所以 总共这个体格检查有 四位一官 把法官的一个情况之下 那为什么 这个 这个二 然后 是同一位 这个一官就直接盖章 其他人都没发现 大家都随便闭着眼睛 那这个医院到底是出了什么样的一个问题 或者是说 是有人在运作 就快一点 快一点 直接就跟这位王少宗医师 这个一官 讲说你赶快盖章 然后 异常记载 你原来明明是异常 虽然这个所谓的逆时针 跟心轴偏转 这个在一般的这种正常人的情况 有时候 会有非特异性的这种发现 所以跟他的身体比较 比较可能 比较没有 没有关系 但是 VMI 是很明显 很明显是一种 三三 它体格判定 就是不合格 所以 体格判定不合格 然后 这个刚刚 美美所提到的 这一个 奇怪为什么 这个相关的 这个 这个身份 这个部分 为什么不见 那明明有跟旅长 都发简讯啊 这个身份 为什么 这个笔记上 看起来又怪怪怪的 对 那也 这个逻辑上 常常来判断 既然都跟旅长 申父了 也发简讯给他 他一定是在 生父的过程里头 是遭遇到一些困难 所以他逼了 生父不行 他来跟旅长 生父 对 所以 中间这个过程 因为 已经经过那么 长的一段时间 为什么 我们一直在讲说 你这样用 这些人都串 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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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冲 和谁啊 包括 这个笔记 会议记录 什么人品外面没开 为什么会有这个记录 这个签名 为什么这样签 这个我觉得坦白讲 我认为 陶检 假如真的是负责 你除了说把 542 2669 我们刚刚所 关键检别的这个部分 你调查清楚之外 我觉得还要调查 军检也要调查 军检也该调查 军检也要调查 看看这个过程里头 为什么明明办到这里 就要停了 对 为什么要按卡 是不是有人来关说 这个是不是涉及到说 这个有长官的一个压力 让这个军检 在调查之后 就马上停了 这个我觉得 要一并调查 所以是不是 也要一并调查 那我们刚刚讲到就是说 这整个关键人物 很可能是沈威智 那沈威智 他其实对这个 洪仲秋他熟吗 会不会是听其他人 讲了什么话呢 我们就来看看 这个视频会 刚刚也讲到 这个视频会的主持人 是谁啊 是范左线 他一个人主持主导的 那在里面呢 他讲什么就算什么 是谁给他这样的权利 我们现在来看看 这个报道 是谁给他